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购物的时候是直觉思维系统在起作用 举个小例子 直接打五折和加量百分之五十你会选哪一个 实验显示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加量百分之五十 可实际上同样花一百块钱 打五折你可以买到这么多 加量百分之五十你只能买这么多 相当于打六点七折 显然大多数人在购物时并不会做算术 经济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 在所有的促销手段中 效果最差的是直接降价打折促销 剁手的时候消费者并不会买最便宜的商品 也不会买折扣最低的商品 只会买让他们感觉占了大便宜的商品 怎么让消费者感到得了便宜 心理学家发现 在促销活动中 折扣体现得越直观 消费者越会觉得实惠 明确标出省五十块钱 比原价两百 限价一百五 让消费者感觉实惠 定金翻倍 省了五十块 火炬红包又省了二十块 各种满钱加一起还能省两百块 你说你占了多大便宜 但如果你拿起计算器敲一敲 就会发现不少商品并没有便宜多少 双十一眼瞅就要来了 人生资本论也已经给你支了三招 不要把东西放进购物车 不要被广告迷惑 不要被短期情绪左右 如果你还是没办法控制住自己 只能用最后这一招了 短网 资本论吧